扎克伯格的多事之秋 Facebook被诉用算法杀人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月7日消息 据报道 美国一名因公殉职的联邦安全官员家属于当地时间 1月6日对Facebook的所有者Mita提起过失致死诉讼 指控Facebook使用算法推荐内容 煽动暴力参与 间接导致杀人事件发生 据法庭文件显示 原告指控在2020年5月 通过Facebook的算法推荐内容 暴力实施者通过群组取得联系 导致原告的哥哥大夫帕特里克安德伍德被杀 原告指控Facebook对极端网络社区的建立 有输于管理之责 而其利用算法来促进极端人事之间的网络互动和串联 相当于成为杀害安德伍德的帮凶 从头至尾 Facebook扮演楼杀工具 目前该案件还正在审理中 原告已出示了相关证据 特别是施暴者在Facebook上 探讨极端行为的内容等核心证据 还向法庭出示了Facebook利用算法 进行内容推荐的相关证据 专家估计 该案有空能对算法推荐的司法审理提供借鉴 目前该法庭尚未发表评论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